1、2、1 1、2、1 Log Day Monkeys 乐天桃园 正式揭晓 等了将近三个月 终于揭晓球迷们 引颈期盼的新队名 前Lamigo 桃园队 换上Log Day Monkeys 乐天桃园 成为终止史上第一支外资球队 选手们一字排开 乐天九红季球衣 样力登场 过往的蓝色球衣正式走入历史 但让棒谈最震撼的 莫属执教16年带领球队 勇夺七座总冠军的总教练洪一中 在12月初确定转任 富邦汉将总教头 因此各界都很好奇 谁怪是乐天桃园队的首任总教练 乐天桃园队总教练 曾桃军 17号球队亲自揭晓 由前Lamigo 桃园队一军打击教练 曾豪居接下重任 另外球队也续任前领队刘介廷 担任掌舵人 誓言要继续创造四连霸王朝 现在我们有新教练 他很年轻、聪明 也有很强的领导力 跟他一起 我们希望我们有很競争的阶级 如果说我们能够扮演好 这个衔接的角色 利用我们在地的经验 加上这个日本更先进的棒球观念 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改善我们 改造我们的桃园国际棒球场 那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球员的训练 跟选拔方面来讲的话 很多可能过去我们想做 但是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透过乐天之力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 来把这个任务把它完成 原本在拉米狗就是球队都一直 对我们不管是球场外 其实都付出蛮多 所以我相信换上乐天 我觉得一样一定会保持 甚至会更好 今年中华职棒30年写下精彩一页 除了迎来第五队为拳动回归 也盼来Logged End Monkeys 乐天桃源正式定位 接下来球迷将可期待 新球季各队的新气象 别是新闻就像麦吉普罗万台北市采访报道